來到我愛發哥最後一集 壓軸出場的就有樂壇天后容祖兒 見到他們兩個都哄到對方很開心 發哥你什麼時候跟我走山 我都很想跟你走鳳凰山 看日出啦 我們拍照啦 跟著再吃早餐 約定你 姐姐 上鳳凰山是要過夜的 但如果你說我跟你上去就不好 還有龍哥在一起就迫爆 那就更加沒有了 而講到發哥最經典的電影 其中一套就一定是秋天的童話了 慢慢猜不到 有娛樂圈無犯夫妻之稱的張繼聰和鄭安琪 竟然這麼心有靈犀 在參與我愛發哥這個節目時 講到最愛發哥哪一套電影 竟然都是講這套 怎樣呢 有沒有這麼合襯 在這個環節裡面 我也有看其他嘉賓的文化 有一位謝勝的很出名的女歌手 原來她跟我都是一樣 就是很喜歡看發哥的秋天的童話 那我是覺得原來是 大家品味都很接近 那我不排除她會對那個女生才可以追求 甚至乎可能會向她求婚 所以都是發哥可以出入了我們 喂喂喂 大家有沒有看我那集 《愛發哥》已經播出了的了 是特別好看的 大家說不說 還有發哥是 他說我是鍾楚雄 你要看回啦 這些這麼厲害的東西 還有這次很開心 因為我是第一次 這樣跟發哥都叫做對話的 還有在拍這個《愛發哥》的時候 才知道原來我和張先生 張繼聰先生 這麼巧不約而同 都喜歡秋天童話這套戲 我們以前可能不是說這麼熟 不知道大家都那麼喜歡同一套戲 那現在做完這個《愛發哥》的特輯之後 大家熟了很多了 連懶見愛地叫對方張先生和謝聖女歌手都這麼合 不做兩夫婦真是浪費了 不過說到《愛發哥》了 又怎知道他們三個 頭期在街上拉一個人來問 都說有看這個節目 還越來越愛發哥 發哥說謝安琪老公是船頭赤 他又是中左紅 挺搞笑的 雖然我覺得不太好看 不過發哥說去南丫島吃豆腐花 嘗嘗他吃都行 是不屬於南丫島 也有什麼 對啦 還有發哥又記得 謝安琪爆肺 有多好記性 覺得發哥 都很好 在一向都非常友善 他肯分享 教世界人家拍照 多好 那剛才發哥也有說了 懶劇 你覺得很不笑嗎 挺風趣 發哥也挺疼愛老婆 拍戲也會問一下 他老婆給不給 既然髮哥也發聲說想去TVP拍劇 那TVP就做一下事 不用看得到那些劇 髮哥很搞笑 說話都很有趣 我以為他經常行山會很fit 原來他也有肚腩 嚇死人了